蛤 到底為什麼會 不會啦 不會 對不對 世界這麼大 你跟她說不會 會嗎 我以為有光環 你找不到這個 可以了 去吧 去上一些拳擊課之類 你再待會去上拳擊課 好 這個 影軒啊 我剛剛 大家不知道就是 我們是常常在車子裡面嘛 在那邊聊啊 就真的是就像幕僚一樣 就是 大家外面我們就談公事 但是 那個鏡頭一關下來 我們就都在談試試 那個幕僚的試生活 我們也要關心啦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會跟他們聊一聊這些 所以那個 是啊 是啊 那一定會說 不說會看病 你是不是有說 想要幫林軒介紹好的對象 這是我一直都有在進行 我眼睛一直都在看 看哪一些好的領導人可以 值得 擁有我們影學 謝謝 現在有看到就是覺得不錯的 有啊 有啊 要直接介紹給她 那這個就讓她自己去 就已經有物色到適合了 就已經有物色到適合了 再聊了 等一下跟柯小姐私聊 對 你現在有拍什麼條件 欸 話題開始歪了 歪了歪了 可是柯小姐我覺得 你就是要等她表現 等一下 她只要不是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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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體溫的 對 我們現在就是把話題 盡渴的再開 她只有尾哥這種外型 很好啊 外型很好啊 外型 外型 你好 你好 有的話一定會跟大家講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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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到開 半夜發文 絕對不會讓大家 半夜發文 你起床再PO 半夜發文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對不對 就是不會影響到大家工作的時間 這樣子 對 正常上下班 對 所以現在有錯 欸我以為你放過我了 沒有沒有現在就是 還在工作 對最近 喔那個演藝 就是另外一部片 每天都要拍 對 我覺得現在 關懷更多 然後遇到找到適合的對象更難 蛤 沒有 到底為什麼會 不會啦 不會 對不對 世界這麼大 對 你跟她說不會 會嗎 我會以為有光環 你找不到什麼 很好的 可以的 去吧 去上一些拳擊課之類 算了 我們就保持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所有 每一次我們去到哪裡 大家都會問這個問題 你不要讓我們有答案 OK 這樣就沒有話題可以交 好 好 妳再待我去上拳擊課 好 再來上拳擊課 他就 對啊 他這樣就上拳擊課 對啊 他這樣就上拳擊課 因為我剛剛說到聽林杰姊 之前 好像有被 堵這樣看 但我沒有什麼好講的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沒有 就是 the end of story 這樣 你們兩個會聊這種 類似的感情問題 私下的話 我們兩個都聊他的狗狗 對不對 餐職 對 對 然後 對 聊一些成長的過程 那怎麼會 聊你喜歡做什麼類型的 健身啊 運動 對 然後 聊他 遊學的事情 對 因為姊姊也有時候 也想要出國 然後問一下一些意見 這樣子 都是不需要關麥的話題 對 戲中呢 他參與了兩個政黨的工作 不過呢 背後卻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段 哀傷的狀態 需要去解決 而這個狀態 也是整劇 在過程當中 令人相當心疼 但是也是特別受到關注的一段 請大家拭目以待 在選戰的期間呢 有一個性騷擾的事情 當然還有很多各種的事件 讓謝宜軒焦頭爛額 在戲裡面呢 他有很多的分身 有時候是網紅 有時候還要談談戀愛 然後呢 有時候呢 當然還要為公事呢 去處理很多 烏煙瘴氣的狀態 恭喜兩位動蒜王俊 謝宜軒動蒜 好啦 公平正義動蒜 來 我們請沛小姐幫我們 披上彩帶 來來來 我做了兩個 好 好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謝銀軒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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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動蒜 公平 動蒜 睡了 好 接下來尷尬的是王靖了 王靖 動蒜 王靖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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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 動蒜 正義 動蒜 好 你們現在知道 當候選有多尷尬了吧 來 大家一起靠近合照一下 謝謝大家起身 再次提醒大家 4月28號見喔 好 幫我們比個讚 好 謝謝 請看前方 謝謝在座的美女朋友 真的太厲害了 結果我開票 一切都來真的 竟然這確實是公平正義 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 做得到嗎 Dani 請從 謝謝 dni 請賺 F- 感谢观看